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朗军方在巴基斯坦边境挫败 为一起大规模武装渗透事件 一批有50余名武装人员构成的战斗小组 携带火箭筒 翻坦克导弹等重武器 从巴基斯坦境内的比路之斯坦省入境伊朗 并对西斯坦省边境上所发动突然袭击 在炮火的支援下 伊朗部队将入境的武装分子全部击毙政法 清理战场时 伊朗军方发现这些武装分子的枪械及军装都是美制产品 指出这次武装入境是在由美国军事顾问的亲自带领下 渗入伊朗并试图破坏该国境内重要军事目标的一起 恶行事件 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非常符合美国的形势风格 因为与别国反对派相互勾结 狼狈为奸搞军事入侵的事 这是美国的拿手好戏 比如在当今的叙利亚就是如此 而且做的更为露骨 在许这么多年内战期间 扶持各路反对派甚至恐不注意的事情已频频被披露 就不再赚述了 其实就在几天前的9月22日 便在伊朗发生了比这起武装渗透事件更为严重的事 当天上午 伊朗的一场盛大阅兵式 正在该国西南部城市阿尔市举行 当时便有4名持枪武装人员向主席台 阅兵部队以及平民开火 之后在伊朗安全部队的反击下 将其中的3名武装人员击毙 一名被俘 在伊朗 阅兵式现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引起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的亟待关注 恐怖袭击如此猖狂 究竟谁才是他们的幕后支持与支持者 经伊朗情报机构调查 袭击者身份及臭名昭著 第一斯兰国恐怖组织人员 而负责指挥的便是他们的美国教官 二十二当天 伊朗外交部长查理夫 十分泛怒地表态 趁要要制造阿尔市恐袭案的恐怖主义地区 资助者和他们的美国教官负责 美国与伊朗在中东地区作为一对人下而存在是有极深的因由的 伊朗本来就是典型的事业派国家 在政治上与美国支持的泄密派格格不入 并且伊朗还是专门指责 用于阻碍美国势力 在中东推进的事业派之湖的主心部国家 因此美伊两国在政治上是根本对立的 况且自特朗普主政白宫以后 美伊关系变得更加恶化了 特朗普上台医史就一直宣称要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去对伊制 才5月8日 如特朗普志愿 美国正式退出核核协议 目前为伊朗就正在遭受美国的制裁措施 由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无法避免的 两国之间的矛盾 很快就上升到了军事层面 7月中旬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与伊朗总统鲁哈尼 打过激烈的口水仗 相互吃饭战争威胁言论 其间特朗普的好战言论就遭遇过鲁哈尼 不要玩弄狮子的尾巴的严厉警告 到了8月初 美伊两国更是处于剑巴木争之势 为了干险自己不畏美国军事行动的态度 伊朗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举行 更以此大规模海上之演 所使用战舰多达百余搜 目前的伊朗在军事上对美国欲加强硬 伊朗的地面部队仍然留在叙利亚 与叙利亚及俄罗斯基本站在同一个阵营里 并跟美国形成了军事对峙 美国也不妨对伊朗展示过自己的强硬 斯朗普在此次联合国大会 上角狠批过伊朗 措辞十分严厉 美国也在不遗余力地针对伊朗策划恐怖袭击或军事渗透 但这不但没有能达到削弱伊朗的效果 反而激发了伊朗军民的同仇敌抗之气 同时 这种精明狗盗之举被伊朗查征了出来 也成为世界各国所效